明天 亲戚姐姐的事 让我想到了好多 其实有很多的心事 心绪 都是难以言表的 其实 家里长辈 小姐去世之后 我就跟我堂姐相依未妙了 她就像母亲一样对我无微不至的 可是 她现在求我冰塌 我出来闯荡江湖的目的呢 跟琴琪姐姐是一样的 凌莎 原来你是为了 要找救你堂姐的丹药啊 她的命比我的更重要 可是 我今天看到琴琪姐姐跟她相关 我就很害怕 我就 我就怕我回家的时候 堂姐她就 如果你陪在她身边 你就会没有担忧和痛苦吗 我没有办法看到她离开我 所以啊 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所爱之人经历 你在为了她的改变宿命而经历 而她为了你 也在经历地活着 我看她 我好像明白什么差碍了 爱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如果失去了她 就会生不如死 就像我爹 失去了我娘 琴琪姐姐失去了她的夫君 对吗 所以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 莫过于找到自己所爱之人 一直在一起 永不分离 那你现在找到这样一个人了吗 那我们三个 就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那我们就很幸福了 嗯 如果这个时候 能再吃上一碗 灵莎做的百枣银杏粥 那就更幸福了 哎呀 这个时候说什么百枣银杏粥啊 我就想喝嘛 我们在聊其他的呢 好啊 知道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